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高兴 只要看十年前 老人家七十岁的那一年 他在几个月前就坐立不安 思量着怎样去庆祝 怎样才能使老人家满意 他一定要亲自到印度去 但同时环境又使他不能离开上海 直击地骚头抓耳 连笔都懒得动 一直到去的问题解决了 才慢慢地安静下来 后来他费了几个月的功夫 从欧洲一直转到印度 见到老人家本人 才算了足心愿 归后他还说 这次总算称了我的心 等老人家八十岁的时候 请老人家到上海来才好玩呢 谁知一个青年人倒走在老人家的前头去了 本来我同泰格尔是很生疏的 他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 我还未曾遇见智摩 虽然智摩同我认识之后 第一次出国的时候 就同我说 此去见着泰格尔 一定要向他介绍我 还叫我送一张照片给他 可是我脑子里一点感想也没有 一直到智摩见着老人家之后 寄来一封信 说老人家见了我们的相片之后 就将我的为人 脾气 性情都说了一个清清楚楚 好像已见着我的人一样 智摩对于这一点 钦佩得五体投地 恨不能立刻叫我去见他老人家 同时老人家还叫智摩告诉我 一两年后 他一定要亲自来我家 希望能够看见我 叫我早一点预备 自从那时候起 我心里才觉得老人家 真是一个奇人 身为文学家 而同时又会看相 也许印度人都会一点换术吧 我同智摩结婚后不久 他老人家忽然来了一个电报 说一个月后就要来上海 并且预备在我家下榻 好 这一下可忙坏了我们 两个人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房子小 穷书生的家里 当然没有富丽堂皇的家具 东看看也不合意 西看看也不称心 简单的楼上楼下 也寻不出一间可以给他住的屋子 回绝他又怕伤了他的美意 接受他又没有地方安排 一个礼拜过去 还是一样都没有预备 只是两个人相对发愁 正在这个时候 电报又来了 说第二天的下午船就到上海 这一下可真抓了瞎了 一共三间半屋子 又怕他带的人多 住不下 一时搬家也来不及 结果只好硬着头皮 去接了再说 一到码头 船已经到了 我们只见码头上站满了人 五颜六色的人头 在阳光下 咬得我眼睛发花 我奇怪地直叫起来 怎么今天这儿竟是印度人呀 他们来开会吗 志摩说 你真糊涂 这不是来接老人家的吗 我这才明白过来 我心中的钦佩之情 到这时候 竟有一点不舒服起来 因为我平时 最怕看见的 是马路上的红发外国人 今天 偏要叫我看见这许多 他们一个个 盯着我们两个人直看 看得我躲在志摩的身边 连动也不敢动 那时除了害怕 别的一切都忘怀了 连来做什么的 都有点糊涂 一直到挤进了人群 来到甲板上 我才喘过一口气来 好像大梦初醒似的 经过船主的招呼 才找到老人家的房间 志摩高兴地 连跑带跳地 一直往前走 简直连身后的我 都忘了似的 我也只好悄悄地 跟在后面 直到走进一间小房间 我才看见志摩 正在同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家 握手亲近 我知道 那一定就是他一生 最崇拜的老诗人 我留心地上下细看 同时心里觉出 一阵奇特的意味 第一感觉 就是怎么这个印度人 生得一点也不可怕 不带一点凶恶的目光 脸色也不觉得漆黑 说话的音调 更带有一种 不可言喻的美 滴滴地 好似出谷的黄鹰 在那儿婉转 交提 笑眯眯地 对着我直看 我那时站在那儿 好像失掉了知觉 连志摩在旁边 给我介绍的话 都听不见 也不上前 也不退后 只是直着眼看他 连志摩在家中 教好我的话 都忘记说 还是老人家 看出我反常的情态 轻轻地握着我的手 细声低气地 和我说话 在船里 我们就谈了半天 老人家对我格外亲近 他没有一点 娇人的气态 我告诉他 我家里实在小的 不能见人 他反说 越小他越喜欢 不然他们同胞 有的是高厅大厦 请他去住 他反要到我家里去吗 这一下 倒使我不能再存 丝毫客气的心 只能遵命 陪他回到我们的破屋 他一看很满意 我们特别为他预备的 一间印度式房间 他不要 倒要我们 让他睡我们俩的破床 他看上了我们那张 有红杖子的床 他说他爱他的异乡风情 他的起居也同我们一样 什么都很随便 只是早晨起得特别早 五十一定起身了 害得我也不得安睡 他一住一个星期 倒叫我见识不少 每次印度同胞请他吃饭 他一定要带我们同去 从未吃过的印度饭 也算吃过几次了 印度的阔人家里也去过了 真有许多不同的地方 那段时间 真是说不出的愉快 智摩更是乐得忘乎所以 一直到夜跟着老人家转 虽然他住的时间不长 可是我们三人的感情 因此而更加亲密了 这个时候智摩才答应 他到他七十岁的那年 一定亲自去祝寿 谁知道 智摩就在去的当年遭难 老人家这时候 听到这种霹雳似的噩耗 一定不知怎样痛惜的吧 本来也难怪 智摩为他老人家特别地敬爱 他对智摩的亲质 也是一呼寻常 不用说别的 一年到头的信是不断的 只可惜那许多难以得着的信 都叫我在智摩顾后给医师了 现在想起此事 也还痛惜 因为自得噩耗后 我是一直在迷雾中过日子 一切身外之物 连问都不问 不然 今天我倒可以拿出不少的纪念品来 现在所存的 就只有泰格尔 为我们两人做的一首小诗 和一幅名贵的自画像而已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听 欢迎大家订阅 点赞 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